辛梅尔不是最强的勇者 勇者和近战的战士有哪些不同 他口中说无聊却开心的旅程又是什么 嗨大家好 欢迎到四号仓库 今天是回归久违的人物影片 来聊聊我一直很喜欢的角色 勇者辛梅尔 他正向乐观充满魅力 和弗力连又甜又虐 尤其是他的剧情分散在每一集 就跟拼图一样 所以让我真心觉得 非常值得做一部影片来说说 首先葬送的弗力连 整部作品的灵魂 勇者辛梅尔 男主角在第一集直接领便当 成为真正的灵魂人物 勇者辛梅尔源自德文的 代表着两种含义 一个是天空 另一个则是天堂 不论是哪一个 都是在描述辛梅尔 他是以蓝天与白云 作为主要的人物设计 而天堂则是贯穿 整部故事的主轴 弗力连要前往天堂 找到辛梅尔 葬送的弗力连 是以倒序的手法 看辛梅尔对于弗力连的影响 所以这部影片 我将会以辛梅尔的角度出发 为什么她是 注意改变所有角色人生的勇者 我会尽可能不剧透 动画党的观众 但如果担心的话 还请斟酌观看 首先我们就从第十二集 真正的勇者 动画删减的内容开始说起 很多角色像费尔 或是休尔塔克 最初面对魔物 不是害怕 就是转身逃走 在只有漫画中 才有的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 辛梅尔从小就面对魔物的勇气 拿着小刀 从魔物手中救下大人 能看出她小时候 就有帮助人的正义感 接着就是我们 再熟悉不过的剧情 辛梅尔从商人的手中 得到仿冒的勇者之鉴 作为谢礼 而这就是她决心 成为勇者的起点吗 其实不全然是 辛梅尔说过 自己成为勇者的原因 散布在剧情的各处 有些也很有趣 她搞笑的时候说 因为海塔嘲笑自己 是仿冒的勇者 才赌气出发 对团队去耍帅说 为了保护村子 才想成为勇者 对福利连却认真说 想要改变他人的人生 这些许多不同的理由 或许象征辛梅尔人物的成长 最初是自己想成为勇者 之后想要保护人们 逐渐有了打倒魔王的使命 当然辛梅尔有一路顺遂 成为勇者吗 也没有 即使打倒多少魔物 拯救多少人 却依旧拔不出勇者之剑 永远无法完成 小时候的梦想成为勇者 辛梅尔被现实狠狠打脸 自己不是真正的勇者 动画的这一幕 我们只能看见 辛梅尔落寞的背影 在漫画中却更细微 带到人物失落的表情 就连当初说 冒牌勇者的海塔 也担心想安慰辛梅尔 不过下一幕 造就整部作品 最让我难忘的画面 辛梅尔从落寞 转为开朗笑着 即使是帽牌 只要打倒魔王 就是真正的勇者 他就算没有获得 最崇高女神大人的承认 反而却更坚定 讨伐魔王成为真正的勇者 这就是辛梅尔 极具魅力的高光时刻 在看动画时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好奇 勇者辛梅尔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战士和勇者又有什么不同 根据最新连载的进度 辛梅尔纯粹就是 用极快的速度 搭配队友 击杀大魔族 与其风险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台词中不断暗示 他即使闭眼 也还能战斗得 极致无感 而勇者和战士 这两个职业 在漫画的后期 也有更明显的不同 战士就像坦克漏盾 挡下攻击 而勇者辛梅尔 在团队中 就是担任斩首 与领导的角色 辛梅尔就算没有勇者之剑 却还能成为勇者 更强调出 他超脱平凡的实力 而在更之后的剧情中 有提到 最强的勇者 并不是辛梅尔 是另一位能进展 又会魔法的勇者 不过辛梅尔成功讨伐魔王 打破千年以来 人类的困境 我想即使不是最强 也无所谓 因为他依旧对人类 充满贡献 无疑是最重要的存在 如果在一部动漫中 人物被塑造得太过于完美 就会缺乏真实感 这里我稍微提下鬼灭之人的炼狱 他保护后辈壮烈牺牲 成为超高人气的角色 不过他食量超大 听力也不好 这些小小缺点 更让这个人物 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而葬送福利连中 每一个人物看似完美 却有各自的缺点 会害怕酗酒 与不会阅读空气 作者也同样将辛梅尔 刻画着失败与不完美 曾经被库瓦尔的杀人魔法打跪 也会被小屁孩 抢先看到福利连的内裤而生气 甚至难过美人观 被福利连的飞吻暴击倒地 而最重要的就是 曾经做出无法弥补错误的决定 放过魔族小孩 导致村长家破人亡 或许就是这件事开始 原本讨伐魔王 是最急迫与重要的任务 信没有却开始对 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不管如何只要有人委托 就算落远路 也依旧会铲除魔物 当艾兰抱怨 为什么要做各种杂事与无聊任务 辛梅尔那句 我绝不会丢下有困难的人 让我想起我音中的经典台词 正因为辛梅尔的多管闲事 改变很多角色的人生 艾兰收养修和塔克是因为 如果是辛梅尔就会这样做 海塔收养费轮也是 如果是辛梅尔就会这样做 之后剧情出现的许多人物 都受到辛梅尔的影响 加入与魔物对抗的行列 辛梅尔的声优 刚本信念在访谈中提到 自己从辛梅尔无聊的旅程中学到 即使毫无意义 只要开心享受其中 就是赢家 这就像我们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 都以往乐在其中 比任何事还要重要 当下快不快乐 这将会引导我们走向 没有遗憾的人生 并且刚本认为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冒牌勇者 他想起在成为生优之前 被周遭的人和上司说 绝对当不了 当时的自己就和辛梅尔一样 勇敢抱持坚信的力量 让自己真的成为生优 这部作品总是用 弗利莲的角度看辛梅尔 但我更喜欢用海塔的角度来看 他们从小一起在孤伟院长大 老年的海塔说过 如果是自己先死 或许会有更多人被辛梅尔拯救 他甚至认为 是辛梅尔教会自己勇气 与坚定的意志 虽然平时两人都在互相嘴炮 但却用了另一个角度 让我们观众更认识辛梅尔 另外不晓得大家 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 为什么辛梅尔特意追求 无聊的旅程 或许魔族战斗 是很重要的目标 但对辛梅尔来说 最棒的过程是 和伙伴在平凡不过 无聊的日常 每一刻都是他 无比珍贵的时光 接着当然要来聊 甜到不行 他与福利莲这对 又甜又虐的CP 辛梅尔明明喜欢福利莲 却不敢告白 我想那掩盖自己爱意的原因 除了是温柔体贴 不想造成福利莲的困扰 更是因为种族之间 无法跨越寿命的鸿沟 假如他们真的在一起 人类年仅八十的寿命 那一闪即逝的恋情 只会成为福利莲 千年寿命 无法愈合的伤口 就如同剧情中 矮人老爷爷 守寡数百年 这一段动画组 很巧妙新增 辛梅尔那落寞的表情 呈现出种族之间 无法相恋的心酸 当然可能也是怕被发好人卡 要说最值得一提的 那就是动画组 在第二集的原创画面 新增辛梅尔 替福利莲带上花圈 这一段可以说是 浪漫到不行的改动 绝美的画面 董廷的音乐超级感人 最终也接回原作 福利莲反过来替辛梅尔 带上苍月草的花圈 她做铜像 也是为了不让福利莲孤单 另外还有象征永恒爱的 静莲华戒指 真的是又甜又虐 在漫画后期 让我更喜欢辛梅尔这个人物 当她有机会能够知道 未来旅途的终点 自己是死于战场 还是成功讨伐魔王 她却选择拒绝知道结果 因为就算某天会战死 自己想拯救人 和讨伐魔族的目的 依旧不会改变 如此一来 就没有必要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真的帅到起鸡皮疙瘩 又让我再一次 喜欢上这个人物 而辛梅尔就算老 还在挥动勇者之剑 直到寿命的终点 才变成拐杖 我很喜欢动画组 在第一集的原创 用流星的特写镜头 呈现辛梅尔的陨落 以暗示着生命 如同流星 转瞬即逝 勇者辛梅尔的死亡 并不是消逝 相反的 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更影响许多 想对抗魔族的人 或许讨伐魔王 能被称为勇者 但辛梅尔更以勇气为武器 带给周遭的人希望 最后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 很久没制作的人物专影片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按赞 让更多人看见 当然也可以用超级感谢 当作对我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